未成清贫难做人 不经打击永天真 向每一滴酒回不了最初的葡萄 你我也永远回不了年少 沧桑不过是无泪有伤 哈喽大家好 我还是那个跑过江湖卖过意 推过铁球炼过气 火车道上压过腿 厕所后边喝过水的小龙 兄弟们 自从我们前两天开始聊那个 湖北恩师土家的那几位兄弟创作者以后 咱们的视频评论区里 就一直不断的出现一个人的身影 那就是土家小木 小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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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我们就聊一聊 湖北恩师土家三农领域的老大哥 土家小木 小木1982年出生于湖北 今年39岁 他之前打高工 跑过车 和我们大部分的普通人的工作是一样的 再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西瓜视频 并且尝试着开始发布短视频 刚开始反响平平 后来出现了转折 然后那个播放量以及粉丝量开始出现爆发式的增长 从这个播放破万到破十万 二十万 还有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三十万 经过这几年的摸爬滚打 才有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成绩 首先我们看一下他在西瓜视频的数据 目前一共发布了2722条视频 拥有粉丝146.5万 认证的是西瓜视频独家创作人 2020百大人气创作者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截图 这条数据是我随机抽取了小木十条视频 所有的播放量加在一起等于322万 然后我们拿322万除以10 大概就得出他单条视频的平均播放量 大概在32万左右 上面提到过小木是西瓜视频的独家创作人 熟悉平台的粉丝朋友应该知道 独家创作人的千次播放单价是很高的 大约在7到10元之间 也就是说他的作品在西瓜视频 一万次播放的价格最低应该也在70元左右 然后我们拿他单条视频32.2万的播放 乘以他万次播放单价的70元 大概就得出他单条视频的收益 大概在2200元左右 兄弟们啊 接下来就是重点中的重点了啊 更新数量 在最近的一年 小木一直保持的都是每天稳定更新三条视频 一个月大概更新90条左右 而且每条视频都能保证那么高的播放量 而且稳定 想了解的粉丝 大家可以去浏览看一下 所以啊 我们拿2254乘以90 就能得出他拍短视频一个月的税前收益 大概是20万左右 然后再扣掉20%的税 还能剩下16万左右 最后我们再拿这个16万乘以12个月 就能得出他在今日头条西国视频 发布短视频一年的税后存收入 大概是接近200万 190多万 兄弟们啊 虽然说以上的数据只是推算出来的 可能不准确 但是我想说再怎么不准确 年入百万还是简简单单的 还有就是啊 以上的所有收入 并没有计算他的广告 直播 电商 带货等等等等 一系列的其他收入啊 所以说啊 准确的总收入 应该比我们在这里推算出来的 多的要多呀 在这里啊 我们没有嫉妒与恨的 最多的只有羡慕 因为每个人的成功 他都是有原因的 存在既是合理 收入高 相对又呢 他付出也多 视频的最后啊 祝福我的前辈 注意身体 适当休息 生活上一帆风顺 和家欢乐 短视频您是前辈 我懂得也少 就不多说了 好的兄弟们 我是小龙啊 下期视频如果想看哪一个网红大V的收入 请把他的名字打在视频的评论区 关注我 一起学习 互相交流 感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